今天是5月30号 A股已经收盘了 今天A股出现一个分化的行情 上阵指数绿盘的 创业板 客装板 红盘的 A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积极信号 也就是说有些板块跌不动了 A股即将迎来抽跌反弹 但同时有一些方向将迎来比较大的机会 那么这些方向在哪里呢 其实A股的反弹 目前来看重心焦点关键就在于券商 所以券商获加迎来今年最大的机会 朋友们一定要盯紧了 如果你在前期没有参与券商的这个位置 你要注意了 如果你在前期参与进去套助的这个位置 就不要盲目的割入了 那么有人会问券商这个位置 怎么看哪些是重点 如果我没票的话 我去潜伏 我去低息 哪些是焦点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券商板块 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频道区一波 888支持一下 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转发 首先问下大家券商你买赚到钱没有 有人会说没赚到 有人会说 券商就是个渣男 券商就是个坑 但是我告诉你券商 其实赚钱有时候很容易 为什么 因为你的节奏不太对 节奏对了吃肉很简单 好 那我在今天告诉大家 券商可以说是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 大机会就要来了 首先看指数 商量指数经过了连续的几天的调整后 已经逼近了60天均价的强制称位 指数迎来超低反弹 概率是非常高的 这里也有机会迎来大反弹 那么指数调整到位以后 谁来引领大盘的进攻 大家都知道在2024年的这一波撒跌过程中 引领大盘进攻的是谁 银行股 对不对 银行在不断上行 银行在不断上涨 但是你会发现 银行在这段时间出现了高位的调整 也就是说银行这一段时间的大涨 获利盘开始出逃了 筹码开始松动了 这个时候的银行出来以后 资金会转向哪里 转到低位的 对不对 低位的 那么转到低位的话 银行资金是比较大的 要想承接它的 必然要是一些大权重方向 毫无疑问 与之相同策略 相同板块的 这个 证券就值得重视 我说相同板块是什么 大金融系 对不对 这银行证券保险三驾马车 所以随着银行在高位的调整 我觉得 证券很有可能揭竿而起 成为接下来市场进攻的主角 户盘主角 那并不说银行没有系的 银行的趋势并没有换 那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在前期没有参与银行的 是吧 没有算银行票的 那么这里回踩的 所谓的二欧十天均压线 我倒是觉得大家也是可以 考虑小小的博弈一把的 这里随时也有可能迎来反弹 因为趋势之附近 在这里抄底的人还是会有的 这里是大家注意的 重心在哪里 重心在于小票的银行补涨 在银行板块 抄底的重心就在于 前期没怎么涨的一些小票 有补涨的需求 所以连下这个策略去就没有问题了 关键点我觉得这一轮的话 是吧 资金很有可能就是把重心放在证券 证券是这几年的一个大底附近 你看外你会发现证券的走势 非常之弱 刚好又到了前期第一年附近 那他在这里揭竿而起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这种惊天长阳 爆发这种巨洋 那他出现这种巨洋的话 你想想大盘不就起来了吗 大盘不就要拉了起来吗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银行有调整需求 大盘有什么有反弹需求 偏偏证券又调整到位了 那这不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空证券 不太靠谱啊 另外一个证券当下最大的看点在于 什么重组 这几天又传出了一个新消息 就是就是上海 这个戏要怎么要重组 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可能发现 国泰军啊 包括这个海通 近期传说传闻要合并要重组 所以我觉得一旦他们重组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他们两个都是嘛 头部券商 相比起以前的那个小券商重组的话 头部券商 这个动作 影响更大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问题来了 这大方向已经有确立了 已经是什么 有机会了 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字躺平就行 做一个字躺就行了 不管他找个低位前锋进去 等待他轮动的拉伸就行了 但躺躺到哪里去啊 哪些又该躺呢 从市场反应来看 今天的这个证券板块你看 首创 移动了 锦龙起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创 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一个明显的次星股 属于一个去年的这个人气票 今年的人气票 所以他出现一个超低反弹 但是他的上涨 除了他是什么人气票之外 他还有个特点 他是属于什么 他是属于重组系列的 我说重组系列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基本面 你就知道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票的一个基本面 它是北京国支委旗下的 朋友们北京国支委 你好 大家还记得吧 我前面跟大家讲 重组的话 证券很多是什么 很多可能是分地区的 那么北京除了这个首创证券之外 还有谁 中国银河 还有像中金公司这种 所以他也是属于重组这一块系的 包括这些就值得大家注意和重视 你像中金公司的话 其实他位置是比较低的 这个位置还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他随时都有可能迎来一个反抽反弹 虽然说近期利空比较多 但我觉得像这种位置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你只要不在这个吉拉的过程当中去追高 我觉得都没啥问题 这个是什么 是北京系 那我刚刚讲了昨天前天出现 一栋的这个什么 这个海通证券 国泰军 其实他们也是有特点的 就比如说这个海通 国泰军 他们的位置 他们的地点都在哪里 他们的地点都属于什么 属于上海系 对不对 都是属于上海这个方向 那么属于上海这个方向的话 他们 大股东也都属于国资 所以你想想 国资重组 以后变成航母级的 可不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的 所以这些方向大家是短期要注意的 包括国泰军 那在近期 也是出现明显的异动 你看没有 他的资金 也是在这里出现异动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这种类型的票 其实好办 急拉冲高了 放电了 我不追 缩链回踩了 我就潜伏 对吧 你看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不就是 不就是对的吗 好 除了这个方向之外 还有就是中信系 中信系就不用我说了吧 中信证券 中信镜头 关于中信证券 中信镜头的走势 很多人都会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反感 尤其是中信证券 对吧 很多人说他做空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他的位置确实是具备优势 例如说像中信镜头 这些位置的话 是不是 你看 这里 这里不就到前期底点了吗 感觉就是一个三重底 还有看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这里不是一个大底 这里不是一个大底的吗 对不对 随时所有可能迎来超低反弹 他们是属于一个大股东 那么重组的概率 还特别特别的高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除了这些 有相同地区 或者相同大股东的证券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券商 明显的出现什么 出现收购重组信号的这些券商 也是值得注意的 不说别的 就说方正吧 方正这个票是属于一个名牌的 证券 这个收购他的 主要是跟什么跟平啊 对不对 跟平啊 这个扯扯皮 对不对 所以说方正证券 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回到基本 重要的支撑位了 所以说啊 这种类型的票 我觉得短期也是需要注意的 包括这个国联证券 国联证券这段时间走势很坑人 对吧 一段连续的阴性杀跌 你看123456789 连续9个阴线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所谓假阴线 但不管怎么样 国联证券的这个杀跌 是吧 杀伤率非常大 但短期回到这个位置 是今天终于不跌了 有止跌奇稳反弹的预期 那我们呢看他的一个位置 你会发现哎 这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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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一把连起来 这个是压力位 好 这个是什么低点支撑位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明确出来了 当然还有一些小票的啊 比如说像太平洋这种类型的啊 他也是要重组预期的 位置回踩到比较充分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对吧 你像前期啊 证券板块一动 太平洋是不是重新通过了 那经过一段时间调整 又快回到前期低点了 又快回到这个起起动的位置了嘛 对不对 那你在这些位置你去做潜伏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啊 是不是 你只要没在这个位置最高 这个位置潜伏没什么问题啊 抽点反弹一触即发 所以啊 对于证券板块 这个时候你再去盲目割入是不靠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 这些有重组预期的 或者这些人气别忘了 短期回财到位的 就是大家可以重视和关注的重点 你如果说啊 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就去找 前段时间证券板块 出现了一个6个多点的大阳线 对不对 还记得吧 就在这一天 它是属于暴涨 涨了6个多点 那么当天的话有8支证券股是组于涨停的 那么大家去盯紧的这8支涨停的票就行了 这8支涨停的票 我们做一个位置潜伏 做个低点潜伏 那一旦反弹的话 它也有可能出现短期的大爆发 短期的大幅度的移动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